会先擦精华液 然后擦完之后再擦乳液 然后最后再擦一个乳霜 乳霜就是更保湿 因为怕有皱纹 皱泡脸上会出现皱纹 每天的保养功夫铁定要做足 但除了靠外在的保养 皱纹的存在也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状况 我们一般大部分 我们会从一个人的面容 或者是他的 他散发出来的这个精神层次上 我们可以评估这个人的健康状况 假如他本来就因为年纪还没有到很老 可是皱纹就相对的比较多 那很代表他本身身体的老化速度 相对是比较快的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显示 针对停经三年50岁左右的女性做调查 发现骨密度越高的人肌肤越有弹性 相反骨密度低的人皱纹也比较多 也就是当颅骨变得脆弱 就会使得覆盖在上头的头皮 多余部分下垂 造成了脸上皱纹变多的情况 皱纹比较多像我们的颧骨下面的皱纹比较多 或者是鱼尾纹比较多或抬头纹比较多 那这时候可能第一个会关系到 可能年龄偏大以外 第二件事情可能就是代表 或许你的脂肪有一些萎缩的情况 或脂肪重新分布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当然你本来就是一个 骨质疏伤的高危险族群 骨质密度高 不只让身形看起来硬朗 也能让脸部皱纹减少 变得涌光焕发 大家新闻的雷亚梁家明 台北报道